在这个阶段,各队的演员基本完毕,剩下的只是小修小五了,今下修赛期,诞生了多比重磅交易, 在这个时间段,ESPN评出了联盟的未来全市榜,这是对球的未来三年表现,对预期全市榜的评选标准,是根据球员实力,管理层,金金现状,市场,选手等方面因素,在榜单中,勇士凭借四年三冠的表现, 一级五巨头的创举,无可争议的排在第一,而能够阻挡他们的只有自己,勇士几将面临超级奢侈税,冠军阵容将发生不小变化,排在第二,三位的是绿军,火箭,这两队皆是小赛期冠军大热门而第四位,便是传统豪门虎人队,虎人从上期的11月去到第四, 自从詹姆斯加盟后,虎人迅速翻身,从连续几个赛进无缘季后赛,到总冠军候选球队,而在科比退役后,虽然凭借洛杉矶的大市场,虎人仍有巨大的曝光量, 但是终缺少一位主人,大联盟第一人,加盟联盟第一豪门,洛杉矶的球史再次火爆了起来,无论是主场球票还是赞助商价格,都已经翻了个版,然而,前东家骑士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,上赛季,骑士需要缴纳联盟,第一的五千零七十万美元奢侈税,高居联盟第一,而算上工资支出, 骑士老板上赛季,一共花了两亿美金了,有求您认为,骑士老板为了,冲冠,为了詹姆斯,实在太不值了,但看看现在的骑士,不仅全美直播场次从三十九场,跌至七场胡人联盟第一的四十三场,未来全是榜更是将是第二十几位,在是去了詹姆斯之后,骑士从争冠球队,变成危机后赛,而努力, 无论是求是还是关注度,都下降了好几档,这么一看,胡人花了一点五三亿卸下詹姆斯是超值的,此间王朝真的要回来了巴尔体坛,带你领略最纯粹的篮球。